这位韩国人竟然成了中国上将官至副国籍 解放军上将赵南起的人生是一部精彩的传奇 他本不是中国人 而是与中国相邻的韩国人 他在中国几十年 军衔达上将官至副国籍 堪称一大骑士 1927年4月20日 赵南起出生朝鲜中清北道 经韩国中清北道清源郡 家中排行第四 父亲赵隆久是位爱好儒家文化的读书人 爷爷赵东直一直受当局监视 是朝鲜招名三一反日运动领导人 1919年3月1日 朝鲜爆发大规模反日殖民统治的爱国运动 赵东直是清源郡的主要筹划者 不久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 关进汉城大同门监狱 但他绝不与日本人妥协 被长期关押 最后带着一身伤病走出牢房 回到家里后 他仍受严密监视 并几次被拘禁 可岁月流逝 他的反日情绪有增无减 1939年冬 由于受当局迫害 加上债务高住 赵隆久于一个黑夜 带上父亲和全家离开清源郡出走 四下流浪 然后于1940年初进入中国境内 随后在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 一个朝鲜族村落 佛唐村定居下来 此时 赵南起才13岁 过了半年时间 赵东直因思念家乡 决定返回朝鲜 他已年过七旬 结果由赵南起的弟弟赵南元 护送爷爷回国 本来父亲赵隆久 是准备让年长一些的赵南起送爷爷的 赵东直说 还是让他和你们 一起留在中国吧 结果 赵南元和年曼的爷爷 回到清源郡后 从此留在了老家 由于爷爷的一句话 赵南起留在佛唐村 很快 他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战败投降 朝鲜也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 许多流浪东北的朝鲜人 纷纷踏上回国之途 但是 赵南起一家没有走 还是选择留在岔路河 由此 赵南起和其他留在当地的朝鲜人一样 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也就是说 由于这两次选择 赵南起成为了一名中国人 1945年9月 赵南起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去投奔共产党 他步行一百多里山路来到吉林市 找到民族解放同盟总部 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 从此走向了革命道路 随后 为了支援刚进入东北的东北自治军 18岁的他自告奋勇 发动朝鲜族捐献出30万斤粮食支援部队 这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数字 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 周宝中不仅批准他参军 而且用自己的大青马派警卫员牵马 送赵南起到军政大学东满分校朝鲜族队学习 在学校赵南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后作为五名优秀毕业生 之一分配到沿边土改工作队 参加农村土改工作 不久 他被地委书记孔元 曾与邓小平夫妇一起于延安在毛泽东摇洞前结婚 选调到沿边地委 当了一名管理员 一年后被其罚为地委机关总务科长 1949年7月 赵南起调到吉林省内政策研究室 担任农业工作做研究员 按照这个工作轨迹下去 赵南起很可能成为一名农业专家 但是 命运之神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1950年6月25日 朝鲜半岛爆发内战 美国站在南方里承反政府一边 出兵入侵朝鲜 并威胁新中国的安全 不久 赵南起调制冤军前方指挥所 担任作战课联络员 负责翻译和联络工作 10月23日 随总部入朝参战 这时 赵南起尽管才23岁 但已是一名政团级干部 1951年1月25日 中朝在玉泉洞 举行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 赵南起再会务组 负责解代朝方高级干部 并担任翻译工作 以此 志愿军总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副首相 朴县勇进行会谈 由赵南起担任翻译 朴县勇见他潮语说得很流利 十分惊讶 问道 你是朝鲜人吗 不 我是中国的朝鲜族人 赵南起回答了 我以前在吉林省委工作 战争爆发后 才调到了志愿军总部 原来是朝鲜族同志 朴县勇笑问彭德怀 我们现在很缺干部 特别是需要既懂军事 又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 如果我把这位朝鲜族干部 留在朝鲜工作 你不反对吧 彭德怀回答说 这要看工作需要了 也要看他本人的意愿 我虽是志愿军司令员 也不能搞官僚主义 谁知朴县勇看上了赵南起 并且对此事省了心 几天后又向彭德怀提起辞事 彭德怀觉得事情严重了 于是正式叫来了赵南起 征求他本人的意见 在总部几个月中 赵南起多次为彭德怀当翻译 且两人经常见面 彼此很熟悉 在谈话中 彭德怀详细询问 那他的地方工作经历 然后认真的说 你和我说老实话 你到底愿不愿意回朝鲜工作 如果你同意 我马上做安排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与你个人无关 赵南起已决心做一名中国人 于是态度坚决地回答 彭总 我对再次私的工作非常满意 如果到朝鲜工作 各方面情况都不熟悉 困难很多 希望您批准我继续留在志愿军 将来打完仗就回国 我不愿意到朝鲜工作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彭德怀问道 当然 赵南起说 我以共产党员的名义 向你和组织上报仗 彭德怀心丸 重重地拍了拍赵南起的肩膀 说 好吧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好干部在哪里工作都会有所作为 你这样年轻就是团级干部 很有前途 好好干 这是赵南起第三次选择留在中国 后来 他回忆此时 十分感慨地说 彭总把我留在志愿军 使我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 否则我的人生轨迹 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 我深深地感谢他老人家 确实 赵南起的人生因此而变得很辉煌 扛美门潮结束后 1958年赵南起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 被任命为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后升任政委 1985年3月7日 中央军委条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 军区政委的赵南起 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 两年后 赵南起升任部长 1988年4月9日 根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提名 赵南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 9月14日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度 赵南起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17名授上将衔的高级将领中 赵南起是唯一少数民族出身的上将 年龄倒数第二高 已经62岁 1995年从军队退役后 1998年3月 赵南起又当选第九届全国政侠副主席 成为名副其实的副国级领导人 此时多数人不知道赵南起 当年出生于韩国 且是反日运动招名领导人的后裔 以为他是吉林省永吉县地等的朝鲜族人 是于他的出生的韩国 由于多年与新中国处于隔绝和无外交关系状态 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才 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结束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 知道赵南起本是自己同胞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2000年4月 赵南起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韩 访恩之余 他回到了离别几十年的家乡 韩国中清北道 这时赵南起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解释中国副国级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访问韩国的消息 在新闻中播出 立即引起韩国朝野一派轰动 不少人对这位同胞的传奇经历惊恶不已 作为东道主 韩国政府更是尤为重视 以最高礼节欢迎这位在中国成长 并取得杰出成就的老乡 当赵南起离家六十多年后 第一次回到清元郡时 当地人扶老邪幼 以最隆重的民族礼节再搁在武云街堂 赵南起深深的被浓浓的乡亲感动 拿出特意从中国代去的茅台酒 以当地风俗向乡亲们一一敬酒 共住家乡繁荣昌盛 中含有异常存 他重病期间 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堡从理 等众多中央领导 还有钱学森 钱伟长等德高望重 等科学家都前来看万伟问他 2006年11月20日 他因病医治无效北京逝世 胡锦涛主席等众多中央领导 亲自为其送葬